歡迎收看手機遊戲FreeFire,我是Chiu,我是尼老司,今天是FreeFire的不知道是什麼模式,沒錯,因為今天要來抽轉彈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把最新的轉彈,N1887街頭暴動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數值,它的數值是射速加兩格,裝填速度加一格,然後我們的精準扣一格,那它也是屬於傳奇武器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之前的熱帶鸚鵡的加成,大家可以自己來比較一下 我們熱帶鸚鵡的話我記得是加一格的傷害,一格的精準,扣一格的射程 那這一把槍其實它的傷害算是不錯了,那之前我們可以記得N1887有稍微的削弱 它的這個傷害好像感覺有變低,然後後來出了這個塗裝把傷害加成回來 那這邊我們最新的這把呢,就是直接給它加了射速跟裝點速度,但是沒有加傷害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抽抽看說,這一把槍它到底實不實用 那我們先來抽個十連抽,因為我們目前只有八張的這個傳奇轉蛋 所以說我們需要先抽個幾張,抽個十抽用鑽石,然後累積到十張我們再繼續抽 那我們就直接let's go,直接第一次的十連抽 好的我們直接抽中了24小時,還多了一個科技兵器的N1014喔 科技兵器,我看一下這把的塗裝是怎麼樣,科技兵器在哪裡啊 喔在這裡,它是加兩格的彈甲容量啊,就還算普通這樣 那我們順便領一下旁邊的東西喔 它應該可以拿到,對,十張的這個傳奇武器轉蛋券 那我們就直接用十連抽這十張來抽,let's go,20抽 好的,不用多說了,每次我抽散彈槍的塗裝,不管是N1014還是N1887喔 都非常的歐洲,好不好 非常的奇怪,二十抽就直接中了 完全沒有s好,欸你要跟我s好啊,搞不好個五十抽一百抽有沒有 呵,不對五十抽一百抽太花錢了 OK,總之就是這樣,就是直接花了鑽石十抽 只有把它累積到十張的傳奇武器轉蛋券 因為這八張是打活動拿到的喔 就是完全沒有科技,這八張就是打活動,就是慢慢打,然後有一些活動嘛 OK,大家看一下,你要怎麼獲得最近的傳奇武器轉蛋券 首先這邊三週年 三週年這邊呢,它有一個,呃,膠囊商店 有沒有看到,這邊就有三張了,你就可以直接抽到三張 你只要就是一直打這個任務的時候,藍色金片就可以抽到三張 然後再來我記得,然後這邊這邊,你收集這個藍色猩猩之後呢 這邊可以換十張,我目前換了一張,對 然後這邊猩猩就是解任務嘛 就是完全無刻你就可以拿到這些鑽石,呃,不是鑽石神仙券 傳奇轉蛋券啊 好,目前呢拿了N1887熱帶鸚鵡的部分 它是加一格的傷害跟一格的射,呃,精準 然後扣一格的射程這樣 所以說它的射程其實沒有到很遠 對,我們目前可以看到它目前打得到的距離就是最多黃色的這一邊 紅色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打不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判斷一下射程 我們現在已經站到最前面去 對,差不多是三,呃,大概六七個十八滴啊 它射程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好的,接下來我們手上呢 就是我們最新的傳奇武器 N1887的街頭暴動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看板它的傷害到底是多少呢 剛剛是18嘛 那這個沒有加傷害我記得 是加射速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傷害的點數都扣一 原本每一個數字都是18 現在變17 這把槍我覺得它的這個 操作難度比那個熱帶鸚鵡更高 讓我們看一下射速的部分喔 我們可以感覺到這一把的射速可以說是再快了一截 真的是快了一截 好的,由於目前這個時間沒有團隊突襲喔 我們直接帶著這一把街頭暴動去經典模式 來去測試一遍喔 OK,我們的遊戲開始囉 好,我們就擺木達直接let's go 看一下要跳哪個區域 原則上來講我都是直接跳左邊那一洞 但是因為左邊那一隻已經直接下來 我已經聽到大家腳步聲了 我目前沒什麼槍 只有一個閃光彈 跟一把G48 好的,我覺得現在目前是有點太大的危險喔 很大的危險 根據,呃,USP 呃,不是USP 咳咳 N14啊 咳咳,我最近有點想打噴嚏 那天氣變化有點大 下雨了 等一下,我看到樓上有一隻 但是我現在目前打不到他 直接倒一 咳咳 沒有其他槍會比較麻煩一點 希望來個近戰槍 VSS OK,我們樓上還有一隻 OK B大街應該差不多全面了 先拉個血喔 還好有N14救了我啊 接下來就是找N1887的時間到了 希望他們都有N1887 其中 欸,樓上有人 雪鴨蛋捷 我們來看一下樓上有一隻啊 直接躲在一個屋頂的概念啊 這個就這裡 有,有DN 應該就是他了 他剛剛是從樓上下來的 剛剛有聽到聲音 先換那個P90 這一場可以說是非常的危險啊 沒有撿到什麼好東西啊 說真的 沒有撿到什麼好東西 然後補包又有點少 我看一下這個 我現在有凝膠嗎 欸,有一顆 我先把補包拉滿好了 這個補包直接用好 有看到了 OK,可以他終於出來了 OS 沒補包了 對,沒補包了 再見 怎樣前面有,哇 他射榴彈是不是 是他嗎 還是還有另外一個敵人 再有敵人我沒辦法啦 我已經 集中生智了 再有敵人我也沒辦法了 RGY是50啦 沒補包啊 好窮啊 這場太窮了啦 等一下 我修個假 我修個假 已經 完全要GG了 P90 不是我要的東西喔 我們現在先想辦法往山上走 剛剛山上還有一個包我沒舔 如果運氣好可以舔到的話那就OK 運氣不好就算了 但是我聽到有花板的聲音在這附近 我們先過來看一下 有 有人 OK 很好 這邊 這邊 非常好 我們的N1887 我們的N1887 有一個空頭 有一輛車 有敵人 導的這個根本來不及 拿閃彈槍射他 因為他離我太遠了 我們去 無人之家已經剛好過來了 看一下有沒有人 有的話可以殺一波 沒有就算了 欸 前面有一隻 好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 推進嗎 直接推好了 哈嘍 哈嘍 老兄 我想跟你打近戰啊 麻煩不要跑 我想跟你打近戰啊 老兄 可以不要跑嗎 為什麼他躲得這麼開心呢 為什麼他躲得這麼開心呢 有有有 有聽到 腳步聲 有一點點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射速可以說是非常非常之快 快到一個極致 換彈速度也是可以 可以說 完全的厲害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那變成說 我可能要收回剛剛我講的那個內容了 因為 剛剛我是說這把槍我覺得 比較適合高手去使用 為什麼 因為這把槍他的射速比較快 你萬一第一發炮槍 後面就完蛋了 但是呢 我發現他的裝填速度可以彌補這個問題 萬一你前面打輸了有沒有 你前面兩發全部炮槍沒關係 你後面呢 可以快速的裝子彈 然後就可以趕快去拉回來 但前提是敵人不要射得太準 或者是你要閃過子彈 利用各種的走位或者是滑板 瞬間的閃過子彈 這樣才能給自己一些機會 我聽到前面有滑板聲 滑板聲的位置在哪裡 聽起來有點像是在 看到了 沒有人 OK 這邊一個0887 快速抬槍喔 拿個六發子彈 五包不用阿 凝膠 RGS50也夠阿 附近有人 直接瞬間一個 繞右側做個擊殺的動作 誰也不能阻擋我舔包 是誰跟你講說可以在我舔包的時候打我的 你要敲敲門一下阿 要有禮貌 沒有啦 開玩笑的 25顆凝膠 但嚴格來講的話 最近如果拿1887 我應該都會優先拿這個土裝 因為我覺得它射速夠快 我可以有一個 非常快速的一個 救援的這個打法 就是萬一我前兩發炮槍 我的裝彈速度可以很快的就是 幫我拉回來 就像尼基塔的那個技能 衝鋒槍嘛 換彈速度增加 加快 這樣的話萬一 我MP40打的不OK 炮槍或者是對方殘血 我剛好要裝子彈 那我裝子彈的速度比別人快的話 誒 獲勝的距離就會比較高一點 我看到人阿 他一定在這附近 他剛剛架了這個 對他架了這個 他人在附近 房子裡 對應該在房子裡 要不要再斜坡 我看到他了 在裡面 他又出來了 OK 成功 直接吃雞 OK 我們直接 N11887配N14 加RGS50 直接來個 14 14殺吃雞阿 我沒有想到這個 塗裝可以好用到這種程度 但是你如果硬要我跟 熱帶鸚鵡跟 這個街頭 街頭 街頭這把 N11887來比的話 真的是感覺不一樣 熱帶鸚鵡他是打一個 傷害流 那這把的話 他是打一個砲槍流 原本我以為說 這把真的是要高手才用得到 就比較擅長用 可是我覺得這把 N11887這一把 街頭這一把 我覺得 犯錯的機率可以很高 但是 但是 不能次數太多 比如說像我剛剛有兩發炮掉 或者是有一發炮掉 那我可以再裝兩次 裝兩發子彈嘛 等於說我警線說 第一次對槍兩發射掉之後呢 趕快再裝兩發 如果這四發 我全部沒有把敵人打死 同一個敵人打死的話 那我應該就會GG了 所以我覺得這把槍 為什麼會說高手比較適合用 就是你常常用N11887的高手 會比較適合用 就是因為 大家已經習慣說 N11887兩發一定要解決敵人了 那這一把 它是提供你更高的容錯率 就是你快速兩發 如果沒有打死敵人 沒關係 它的裝備速度非常的快 讓你快速的裝兩發子彈 再給他兩槍 他就掛了 那我們的熱帶鸚鵡呢 就是 力球可能就是 台槍爆頭 或者是 兩發一定要打死 你就算沒有台槍爆頭 你兩發盡可能把他打死 不然的話你就要開始掏出你的 另外一把步槍 或者是衝鋒槍 去把敵人補死 好啦我們這集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下喜歡 訂閱小朋友分享鈴鐺 開啟熊吃 然後平日晚上六點發片 假日的話是早上九點 暑假的話呢 通常是早上九點發影片 不是晚上六點 那開學之後就是回歸 平日一到五 晚上六點發片 那假日六日嘛 就是早上九點這樣 有興趣記得一定要準時抽看 使用訂閱內容 不要用首頁喔 因為首頁的話 你打開youtube就是首頁 他有時候不會出現我的影片 有時候 所以不要太相信他 他有時候出問題你就死定了 你就會以為我都沒有發片 其實我每天都在發 我從來沒有不發影片過 對 所以記得一定要用訂閱內容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每天發的最新影片 比較不容易錯過 早上九點後 或晚上六點後 去點訂閱內容 對對對 然後大家如果用這個M887的塗裝 有什麼心得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分享給其他的觀眾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的心得 也說不準嘛 搞不好有同好 比如說有些人覺得說 熱帶鸚鵡比較好 那也可以分享你的看法 在底下 那希望不要吵架 就是你自己的看法這樣子就好 不要互相攻擊 我覺得都是可以討論的 就有點像是有些遊戲 有些人會玩劍士 有些人會玩弓箭手嘛 不一定說劍士就最強 搞不好弓箭手玩得好也很強 所以就是搭配自己 習慣的打法 習慣的槍枝 習慣的武器跟職業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各位掰掰 在說明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